最主義體育總局一指文件下達,七名外援獲得上場比賽資格 CB聯賽十九支球隊已經全部擁有自己的外援 當所有球隊都有外援歸位,當辦一隊正式退出聯賽 CB至此再無存話班 CB第二階段即將在明天拉開戰網 由於這個賽季在外援使用上允許同時報名四位的外援 是對手情況各隊可以每場調配不同的外援上陣 因此截至今日,CB的十九支球隊當中 有四支球隊擁有三名外援 六支球隊單外援作戰,九支球隊雙外援 相比第一階段,各支球隊都有不同程度的補強 亦意味著一個常態化的CB聯賽從第二階段才正式開啟 不過廣東隊並沒有在補強之列 可以預見的就是等待他們的會是更加嚴酷的挑戰 第一階段,缺少易建聯的廣東隊 除了在結幕戰當中輸給浙江之外 其餘九場比賽全部贏低 杜鋒的五上五下戰術 馬尚布陸士和韋恩斯的所向卑微 胡明軒的爆發和趙藥的全面表現 令到球迷能夠感覺到 廣東隊群拆群力正在減少阿聯缺陣大力的影響 加上蘇偉曾凡逸和小將張濤也在關鍵時候 撐起了廣東隊第一階段的內線 但第二階段,廣東隊將會面對著擁有強大內線的球隊 新疆隊有莫迪祖拿斯的加盟 內線的能力瞬間提升了檔次 他和周琦所組成的雙塔 相信會對廣東隊和其他球隊造成不少麻煩 至於上個賽季總決賽的對手遼寧隊 他們同樣找來了前馬次的球員斯蒙斯 作為風味搖擺人,斯蒙斯身體強悍,衝擊能力十足 亦不佔用球權,好好彌補了遼寧隊風扇上的缺陷 其他球隊同樣不可忽視,廣下擁有孫敏輝和胡金秋的相似性 現在加上威信贊德拿,如虎添翼 江蘇隊第一階段是以全華班出展 但第二階段是一下子升級為三外援的 實力一定是會得到側的飛躍 而江蘇隊亦迎來了球隊最強外援忠師的回歸 可以說等待廣東隊的將會是一場又一場的硬著 廣東隊真的要像道風說的 每場比賽都要付出120%的努力才行